博士酿造醋 版主 正大金融 大学选择权教室 轻松学 期货选择权 理论与实务教学 适用对象 教室教学 学生学习 期货从业园 证券从业园 金融业理专 金融投资人员 教学内容 一学期授课内容 财经系大三必修 气管系大四选修 商学院大四选修 管理学院大四选修 朔宜必修选修 本篇提供隐藏字幕 博士酿造醋频道 由南庄大南普 风阴醋研发创作 南庄旅游 个人旅游 团体旅游 欢迎丽临南庄大南普 风阴醋 品尝成正酿造醋 Google导航风阴醋 可停 汽车游览车 金酿水果醋饮 一年四季黄金饮品 喜欢喝醋 没喝过酿造醋的朋友 记得选购专业酿制无添加 水果一条龙天然发酵 百分之一百醇酿造醋风阴醋 水果 水果酵素发酵 水果酒精发酵 水果醋酸发酵 选购前先了解醋的分类 避免买错 欢迎观赏 谢谢支持博士酿造醋频道 请按赞 订阅分享 第一集 买进买全到其实的价值 我们这边 开始要跟各位介绍 选择权的四种单边交易策略 首先第一种是买进买全到其实的价值 这个所谓的价值就是它的内涵价值 我们假如用符号来表示的话 我们买全就是call option 所以我们的买全代号用c来表示 用大c来表示 那到期的时候 我们就用大t来表示 所以我们在下标里面标注一个大t 表示是买全到期 或者称为到期的买全 像这样子 c大t 下标是大t 那接着我们要表示它的价值 所以我们用上标来表示它的价值 那价值的话是value 所以我们就是买全到其实的价值 买全到其实的价值等于什么呢 好 假如我们是以股票选择权来讲的话 买全到其实的价值 那当然就是股票的价格要大于履业价格 所以我们就用s大s大t表示到期时的股价 然后减掉到期时的股价 减掉k k就是履业价格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条件是 这个条件是 就是假如st大于k 也就是说到期的时候的股价 大于履业价格的时候 那么它是有内含价值的 也就是说它是价内 接着我们要跟大家说明 这个符号代表的意义 这个c大c代表买进买全 这个t代表到期的时候 这个value代表它的价值 所以整个符号它的意思就是买进买全 到期时它的价值 再来第二个 这个s大s大t 大s代表股票 大t代表到期 所以s大t代表股票到期时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在上标的部分 我们就没有标示了 就代表股票的价值 好 我们还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k k代表选择权的履业价格 那当然这个选择权 就看它的标的资产是什么 假如它的标的资产是股票 那当然就是股票选择权的 履业价格 好 以上所说的这些呢 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补充 在架构上 我们把它定义成 买进买全到期时的价值 但是 这边的话呢 有一种情况 我们刚刚 给的这个条件是 是什么 架内的时候 好 这个就是所谓价内的时候 那价内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价内就是 有履业价值的时候 我们称为价内 所以 如同这边所提到的 刚刚这边的条件是 指的就是价内的时候 就是有履业价值的时候 叫价内 好 这个 价内有履业价值的时候呢 它的买进买全到期时的价值 就是这一个式子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另外一个条件是 是 第二个条件是 那么 就是 价平或价外的时候 价平或价外的时候呢 那就是没有履业价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买进买全到期时的价值 是什么呢 等于零 好 等于零是什么情况 就是 它 小于 或者是 等于 K 好 等于K的话呢 那就是价平 小于K的话呢 就是 价外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假如 价平 或价外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 利润价值 那 没有利润价值的时候呢 它买进买全 到期时的价值 等于什么呢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 好 这里的话呢 就是买进买全 到期时的价值 CT 它的Value 等于零 好 那它的条件是 就是 假如 到期时的 股价 等于 或小于K 好 等于或小于K 我们从前面这边的说明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选择全 它的表示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 第一种 是用 直接用白话 就是 比如说 什么叫价内 好 那价内就是买进买全 到期时 它的价值 是股价要大于 离业价格 那买进买全 到期时的价值 是我们刚刚用 白话口述 但是假如我们用数学试来表达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样子 说买进买全 到期时 它的价值 等于 股票的到期价格 大于K 所以它减掉K 这是一种 描述的方法 第一种是白话 第二种是用数学试来表达 那接着 我们现在要用图形来表示给各位看 就是说 前面这边所提到的价内 第二种 价平跟价外 那假如用图形来解读的话呢 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这边呢 现在要 做图给各位看 好 我们这边的话呢 在第一栏 这边呢 标示一个S大T 代表到期的股价 好 我们现在 假设 这个 现在的股价 是 像台积电来讲的话 假设台积电的股价是 650块 好 我们假设现在是台积电的股票选择权 那 它的履业价格 我们定一个 假设说 啊 这个我买进台积电的履业价格 好 它是700块的 履业价格 好 我们假设 我们给它的范围是 上下一百块的范围 那么这个我们给它的第一个值呢 就是用现在这个里业价格呢 现在的这个台积电的股价呢 650块 减掉100块 当做它的一个起始值 好 所以我们假如取 台积电现在的股价 这个小T呢 代表 即时的股价 好 这边台积电即时的股价等于650 那台积电的股票里约价格 是700 那所以我们取 它的上下 正负 100块 也就是说 最低 550 最高 到750 当做一个 它的波动范围 来做这个图的话 那么我们 这个 台积电到其实的 这个 股票里约价值 会是多少 我们把前面那个 价内 跟 价平 价外 这两个条件是呢 把它转换成一个 我们计算的公式 跟 做图的公式 的时候呢 应该是变成什么样的 好 因为 选择权 各位可能 要开始了解 它的一些 定义 选择权 我们一般讲 买权 买权怎么样 买权有它的价值 有它的权利 但是 买权 没有 义务 意思是什么 买权 它假如 有 履约价值的时候呢 它有 去 履约的 权利 这是 它的 一个 选择权的 权利 买权的权利 但是 它没有 义务 也就是说 它没有 义务 要去承受 没有 履约价值的时候 的风险 那 它没有 履约价值的时候 的风险 最大风险 就是变成 它付出去的 权利金呢 是零 就 权利金已经 损失掉了 那 谁有 义务呢 就是 卖出 买权的 卖方 它有 义务 要去 让 买进 买权的 买方 去 履约 所以呢 卖方 有 义务 买方 有权利 所以 买进 买权 最大的 损失呢 就是 把 权利金 损失掉 就是没有 履约价值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 它的 我们建立 它的 转换公式 就是 我只取 它的 最大值 就是 有 里约价值的时候 所以 st-k呢 这是 价内 那 另外一个 条件是呢 就是 价平或 价外 价平或 价外 如同 我们上面的 公式呢 我们所看到 它是零 所以呢 我们把它 转换成 这个计算公式 就可以 说明 前面的 第一个 价内 就是这一个 然后第二个 价平或 价外 就是这一个 好 那我们 假如这边 要做成一个 图形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 这个公式呢 贴在这里 让各位看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会等于 按照这公式 输入这个 它的价值计算 好 按照这个公式呢 好 这个位置是 S大T 然后呢 减掉 这个 履业价格 K 好 它的另外一个 就是 或者是 零 一样 输入是零 那这样子的话呢 各位你可以看 它最大损失 就是零嘛 也就是说 它没有 履业价值的时候呢 它的 它的价值是零 好 我们一直往下拉 它也是零 好 你看到 什么地方的时候呢 它才会 渐渐的 有履业价值呢 就是 在 705 这个地方 好 我们按照这个 计算的结果呢 做图出来 给各位看 好 我们做图的时候呢 首先新增的就是 这个是它的 名称 然后再过来 这边是它的名称 然后再过来 这个是它的值 好 然后再过来 就是水平轴 我们要把它标示出来 水平轴就是这个 水平轴是垂直的 垂直的嘛 垂直的嘛 ST 它的范围是从550到750这个范围 我们按确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的图就是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图形呢 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大图形呢 在这里面去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在图形上面 这边的大小写 下标上标的部分呢 我们就暂时忽略 那我们大概知道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义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边图已经做好了 就是说买进买全 到其实它的价值 是等于 MESMA 就是在这个括号里面 它有两个值 一个是价内的值 一个是价平跟价外的值 那我们取这两个值里面的最大值 是表现它的价值 那这个表现出来 它的最大价值是在哪里呢 就是超过700以上的部分 就是这条直线 这条斜线 好 那这个叫做价内 那这个700这个点 因为是履业价值嘛 履业价格 所以呢 700这个点呢 是价平 也就是说 假如 因为我们的横轴是 水平轴是ST 就是股票的到期价格 这个水平轴 这边是ST 是股票到期的价格 那股票到期的价格 假如是550 最低的时候呢 是零嘛 然后600这边是零 650也是零 一直要到700这边价平 也是零 所以700以内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它是价外 我们取它的范围 550开始 一直到750这边 所以550到700以内 这边以内的话呢 我们称为是价外 也就是没有履业价值的 所以没有履业价值的话呢 它的价值是零 所以它的价值是零 这边 好 那假如是等于700的时候呢 我们说它是价平 这边 700的时候呢 它是价平 也是零 那大于700 像701的话 702 705 705的话呢 它的价值是5 OK 好 那换句话说 它的价值呢 会随着 这个价格的上涨 而增加 比如说705 它是5 710 它是10 715 它是15 那到750的话呢 它的价值是50 好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来表达说 买进买全 到其实的价值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图形表示 其实这跟白话 跟数学式 它的描述是同一个意思 只不过 我们假如用图形来表达 表示的话呢 它会更浅显易懂 那我们在学选择权的时候呢 看图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而不必去背 这个所谓的数学公式 或者是去背文字叙述 所以我们学选择权 要能够学得好 一定要能够把这个图形做出来 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谢谢观赏 专业的博士酿造醋频道 谢谢选购极品酿造醋 风阴醋好喝 谢谢观赏 谢谢观赏 谢谢观赏